我媳妇最大的噩梦 婆婆来了 你现在把你的婆婆 当做你最大的客户来伺候 中天娱乐台 婆婆来了 敬请期待 投票日日只剩下倒数六天 清明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 特地到了花莲造势 而传出要停马不停送的 花莲县长傅昆琪 她的动向尤其备受关注 毕竟是老长官来到了自己的地盘 傅昆琪她也不敢怠慢 不但是亲自到机场接机 还陪宋楚瑜拜会老朋友 不过当被问到 是不是要挺宋楚瑜这个问题的时候 傅昆琪很低调的回应说 请大家关心主席 她不愿意表态 选前超级星期天 宋楚瑜特别感到 清明党最有把握的花莲 跟选民拔钢琴 老长官来了 原本传出要气宋宝马的 子弟兵傅昆琪也没怠慢 披着宋楚瑜拜会老朋友 有子弟兵陪伴 加上花莲的好天气 宋楚瑜心里暖乎乎的 到里面去把厚厚的毛衣 像花年的天气这么温暖 那你有没有觉得心里很温暖 因为今天看到 我本来想 我每一次到李家也好 到花莲 都跟他们在一起见面 还有追餐 宋楚瑜虽然感受到 不准的温情 不过选举毕竟是靠自己 一边来一边局 这下可是为难了 不昆琪 我一直活得很健康 这个花莲人更需要有幸福的发展 这个宋楚瑜是我非常尊敬的政治的导师 停不停宋楚瑜 傅昆琪还不打算 让他成为政坛的公开秘密 毕竟老长官还在花莲 说不支持太伤感情 真的又支持又怕得罪蓝军 表态的美美嘎嘎 不困其拿捏的清清楚楚 就会请问两位点 二连采访不到